歌声缠绵缭绕 绵绵琴艺中带着些一丝无奈 等琴郎的心情表露无遗 曲名同样都是等琴郎 但用合唱编曲的方式 表达出深深的惆怅感 比较偏向古典的作曲的方式 不是很流行歌 希望能够带动教育界 有合唱 还有我们能够流传下去 要振兴客家文化 先要振兴客家语言 那振兴客家语言 最好方式就是客家音乐 所以我们想说办客家新曲奖 借着这个一个比赛 让更多人来投入 把更多好听的客家音乐 不管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 把它创新出来 我们把它做成专辑来做推广 今年客家新曲奖的两大赢家 古诗明和胡全雄是52年未见的师生 不但各自难夸 最佳合唱山歌编曲奖 和最佳客家创新歌词奖前两名 还在颁奖典礼上想见欢 碰到我52年没有见到的朋友 那就是今天同台领奖的古诗明老师 他是我的恩师 我恭喜他 他成绩更好 他得到第一名第二名还有佳座 我已有荣誉 我今年已经是79岁了 这个可以说是非常勇敢来参加这个比赛 我知道我们这个新竹县 是这个我们客家大县 对于这个推广客家文化不遗余力 第十七届客家新曲奖 今年有132件投稿作品 15名参赛者脱颖而出 这个奖项的设立是新竹县文化局 民国86年设立 为鼓励创作客家歌曲 发扬客家文化